你说那真事咋的 我能给你撒那谎了 胡柯亲自拿走一万块钱呢 这个混账玩 这明显就是敲打枪文明 你告诉他去 什么玩意儿这敲 我都想告诉他 没留收条没争议 你也是咋不让他打个收条呢 打个收条涨价呀 跟你要三万 我先去算了 我实在没办法 要我也不能求你 我这正写数纸报告呢 下礼拜就到乡气局上班 人得说良心话 这几年呢 我在你那没少了政绩 按理我应该帮你 你要能说出这话来 我就感谢了 胡柯亲自 你说呢 就算我交朋友 我没人做人 以后我还得跟 你叫冯局长呢 得改口了 叫啥局长 这些年来 咱们哪 永远是哥们 帖子 我就调哪去 咱都是朋友啊 那你说我这是咋办 我就跟你说吧 幸亏胡贺这小子是个法盲啊 跟你那拿一万块钱 我要臭骂他一顿也可以 但我怕把他骂明白了我 你啥意思 你说人家手里边现在专利证书 法院判决书 人家都有啊 嗯 再结束你 法院判给你一个月 给拿个三万五万的 那是你那损失大了 快是 你说这对 反正我听你的 你让我去我现在就去 你就吩咐吧 那就算了吧 一个月一万就 就给他一万了 就当达到小鬼了 老根啊 你现在啊 越来越像个大企业家了 你现在比过去成熟多了 啊 咱们哪过去在乡下 咱不知道啊 到城里你打听打听 那你搞企业你一年 你不得舍出点烧香拜佛 拿了达对小鬼的钱 那 你真说哈 你要是拿出个十万二十万的 也兴许呢 哎 回了个一百万二百万的 但你说 分文不拿呀 那笑话 他三天两头就来查你 然后就罚你 哎 几天就给你整关门的 我就正跟你说吧 就因为达对不周 给造房铺那老鼻子了 那 那我不白过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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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